so far 应该是最贵重的 为什么呢 是他custom made 了全马来西亚第一个的 blue diamond yearring 给我 他现在有群眼 男神冲群眼 还是是特别最Q 哈利的事情 是吗 I am Miss Pui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ss Pui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中小小季 August 是我的birthday month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跟家人啊 同时啊 全部都送了很多的礼物给我 a lot a lot of gift 啊 现在呢我就要unpack 啦 因为实在是太忙 然后没时间unpack 所以我应该是拖到月尾 就是差不多生意要玩了 然后才unpack 全部的礼物 今年呢 的确是我觉得 这么多年来收到 算是最多礼物的一年的生日啦 because之前说 这样多的时候是小学的时候 妈咪做baby to party 但是这次是算很多了 已经很多份礼物 有花啦 有一些人又送酒啦 然后有些人包起来 我不知道是什么 so let's unpack one by one let's go 首先我们start by花先啦 这个的话呢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Candy Valen 跟Hunny 还有Philip 他们来我家的时候 他们送的花 然后这个呢 是Gatita那时候 送我的那个花来的 然后这个是她的birthday wish 当时其实我已经在飞机上 飞着去泰国 然后是我妹妹帮我签手的 所以这个就是她的birthday的那个卡啦 她是讲说 她默默在后面的爱我跟支持我 我不懂里面有多少 但是我猜测 这个应该是100个玫瑰花 她的玫瑰花呢 是那种五连六色的这样子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叻 其实她本来是比较新鲜的 只是 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月中了 其实她能耐到见久 就代表我们两个友情 就很长久长远一下啦 so let's go to the next one 花呢大概是收了三个 有一个呢很残忍的 就是我回来的时候 我那个花已经剪掉了 已经生虫了 她说我一定要丢掉 真的没办法 OK 就下一个 我们开始 by Stone & Core的这个 这个就是Stone 然后有写我的名字 这个是Shane 她那个时候来我birthday party cosplay as a 白马王子 那个prince的那个 就是beauty and a beast的那个 卫先生 这个是她讲说她特定跟Stone & Core 特定 就是custom make我的衣服的 谢谢你哦 你的衣服 下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一个朋友 也就是EK啦 相信大家也知道 我很喜欢在EK这里 order很多custom made的ring啊 diamond knuckles啊什么什么 然后她人类也是很不错一下的 就在我的生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么多礼物里面 我很有开心 还是我不知道 so far应该是最贵重的 为什么呢 是她custom made了全马来西亚 第一个的blue diamond year ring给我 这个是2点多卡啦 这个是Diamond来的 所以我每次都是在EK这边订的啦 然后这次的话 她就讲说 哦是我很热 所以送给我 哈哈 啊她去年就送我一个Leo的一个戒指 今年呢她就送我一对year ring 1.2K的blue lab diamond 这个就是她的 谢谢你EK 然后当时叻 她是很开心的送我啦 那时候我有带起来了的 so tada 这个就是the clothes up thank you啊EK 所以 next one 这个呢 是我大姐送给我的 她的人非常的远 现在的人在槟城 后面的 但是她心是在这里 ok 多吉利啊嘎姐 我记得她去年在我生日的时候 她是送一个Moscino的那个酱水给我 所以今年我看一下她送什么 她送我一个Gucci的粉底我觉得 对 她送粉底给我 然后这个是那个Putic Compact 这个其实很美 因为我那个时候人在LA 我就看到了他们Gucci 有新推出的一系列 这个字系列来的 是最新的 然后我想要买 但是没有买到 然后她送给我这个 耶 可是我现在有点担心是 这个是我色号 thank you啊Gucci 然后呢 它里面这个 the pouch的以外呢 还送我这个衣服 我觉得这个是我姐姐的意思 of me 就太多了 我只穿了一点衣服 哈哈哈 这个我不知道是我姐姐 还是我姐夫送我啊 这样 come here 那个home 哈哈哈 ok 所以应该是我姐姐 给我姐夫 所以有两分 所以thank you啊 这位呢 是Rachel 还有June 他们两个人一起送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咧 我觉得Rachel是一个 很甜很甜很cute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她真的是帮了我很多妈 她在我的就是生日的时候 送chanel给我 so 她这边就有写 dearest pui happy birthday to you from June and Rachel 来我们看一下送什么咧 oh 她送了一个chanel的香水 这个是Hemiside的 很多人在我生日的时候 是有送香水给我 还是这样之类的 所以我超多了 对香水还蛮好奇的 所以我会闻一下 哦呦 好cute 这个还蛮可爱的 有点小小疙瘩 它的味道是 由于你们闻不到 所以我觉得我就要自己 喷来闻一下 它的味道是像那个 chanel M blue的那个男孩子那个罐 所以谢谢你 okay next one 这个呢 是我去那个Sakura facial的时候 他们送我的 因为我去他们那边做facial 有一年半两年啦 大概 然后他们那天是有送我 macarol啊 还有蛋糕 只是那个就是吃完了啦 所以还有一个茶 因为他们讲说 他们整天看到我story 整天我坐在那边喝茶 然后他们就送这个给我 然后讲这个是他们的一些signature的那个味道 就是signature的茶啦 哦这个好香 我这个很香耶 这个是那个chocolate peppermint的那个味道 ok谢谢 这个呢是by Sashna的 Sashna就是那天穿的Aladdin Sivem的那位 他人其实是很好的 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很直接 有什么就直接讲 然后就是很street forward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他当然也是选美小姐啦 所以是很美 然后我们在普拉认识的 所以他是送了我两个白酒 哦一个是chardonnay chardonnay我超喜欢喝soubinon 哦这两个是我非常喜欢喝的白酒 所以这两个 is very nice 下一个礼物 我目前为止看不到名字是ou ok let's cut 有了ok我早上点开了 来 let's go 哦 ok小John & Melody 他跟他女朋友两个一起送的 然后他送我一个 iBeauty Instrument 然后是一个firming 不然我有做了吗 不然我也做了咧 蛮贵啦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蛮贵的 一个就是massage碾的一种 就是机器就给它firm的 然后这个我猜应该就是 去排着那个serum来的 然后就在我眼睛 있고요 这个很感谢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 很满 consistent的一种 我由于我不会看华语 所以我会找一个繁预员 ok繁预员求就 生日快乐性感女神 看你的YouTube感觉你会喜欢余器这种东西 就送你美眼仪 这棕色眼睛了吧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不会用的话 可以询问小John的女朋友melody Happy birthday 哦 joue 哦2018 感谢你 Lighting 谢谢你们 他们那代感谢呢 真的很有心 她们来到我 然后就是stay到最后 然后他女朋友还跟我拍照 所以他女朋友是真的是一个很期待给女孩的 ok 下一个呢 是跟我拍过两次youtube的 然后也是很多男生开始喜欢的 就是一个Velan Happy birthday 然后Velan 他上次呢就是来我们家 然后就是煮了那个饭 然后他的那个性格 我是觉得他是比较shy一点 就静静一点 但是他的里面是一个很开朗 活泼的一个女孩子 you know like a cute 所以有时候我跟他在一起 就看到他很cute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 就是不做作 然后心态和心灵是非常好的 就非常kind的一个女孩子 他之前哦 在我去年的生日的时候是不是 他说送我一盒那种 order at home 然后omakase 就写了一个很长 还蛮感动人的一个message 他喜欢我啊 然后他就是会加油努力啊 然后就是生日快乐啊 希望你开开心心啊 然后就是很崇拜你 所以今年生日他就送我巧克力 还蛮喜欢吃东西 还是送我吃 ok next one Louis Vuitton ok我来看一下 这个是candy啦 然后candy也是大家看到 整天跟我在IG一起拍照啊 然后拍youtube啊 拍reels这样之类的 去年他在我生日的时候 就是他送了我一盒 那个Dior的香水 他的cut哦 是这样弹 整年 这两年哦 whatever thiscut 都是聪明长期的 dada 我们讲话也是讲不听的 Candy跟Manon 跟他们这种就是女孩子 我都会常常一起铲 就是我比较喜欢street forward的女孩子 所以谢谢你哦 我也是很珍惜你这位朋友 我觉得应该是宝宝 所以谢谢你的LB 然后我也是很喜欢monogram 所以他买这个 ok 这个是我妹妹送给我的礼物啦 也就是他 跟我住的那位妹妹啦 我感觉上 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强的女孩子 他送了我那个short杯 这个应该是那个饱酒的那个short来的 我有一点不明白啦 其实我这样像小鬼 我知道这样像小鬼 但是我们感觉是short的时候 这个是看好有话东西啦 然后刚才我猜了 我姐姐跟我妹妹的 现在剩下就是我爸爸妈妈的 这个是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每一年都会送金 他们两个没有话的 他们就送我一个金的那个certificate 然后我妈妈爸爸 他就跟我讲这个礼物 虽然他们就不讲多 但是他们举动上是证明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说这个东西 他也还要提前一个月多的定做的 因为他讲说单单 这个镜哦 要打磨 要需要一个月多 他就去定做我的名字 Miss Puy 因为他懂我们年轻的 就求劳一点嘛 感觉上我妈妈开始追账潮流了 他们不会送我金珠啊 什么佛牌 他们会 他们会送这东西啊 很硬了耶开始 Thank you very much 这个是Honey送的 OK 来我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 酱水 这个呢 是travel size的perfume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懂我整天去旅行 所以他就非常有心 买了一个travel size的perfume给我 其实这种还蛮好用 因为有时候拿大大纸还蛮够的 这个是他们的signature 谢谢 Honey 这位呢 是我一个算是美国朋友 他在家一个producer的一个朋友啦 他名字是Michael Helfman 然后他是一个喝酒的专家 Thank you Michael for your drinks Thank you 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譜译 我觉得你需要学多一点红酒的知识 这个是卡达的提醒 他叫我去explore多一点红酒国家的出版 我喜欢 跟怎么样的红酒 什么年龄的红酒 他叫我去学 Thank you for your peanut This one is by Sardone OK 那他写什么 by Taylor 哦 是Sardone跟Taylor两个人一起感送我的 Taylor果然是一个很cute的女孩子 Wishing you all the joy and happiness in the world say thank you being my friend and stay friends for life 哦 thank you so much 他也是一个很street forward的女孩子啦 所以我们来开一下他的那个礼物 哦 他送我那个香水耶 哦 这个好想我没有有 我闻看 这个的味道是 这个是那个Coco Chanel的 经典的那个collection 就是很顺的去闻 可能他懂我性格也不是什么 那种嘟嘟嘟嘟嘟的那种味道 这个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是byAjun跟Ritual 他们一起搞的 因为我记得Ajun他好像是送两份 也是跟你一起Rachel搞的 所以可能是两个人所以就送两份给我 他送条裙给我叻 男生送裙给女孩子是 是特别追求他的意思是吗 I'm asking you for it 是吧 喂 有一点点嘞 他送我一个裙 所以Ajun你是让我穿着这个裙跟带这个香水 然后跟你去约会是吗 因为其实女孩子送到裙 I still 我们是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举动来的 很innocent first step的感觉叻 感觉上在这个礼物当中 我feel到他的hidden的一个 有一点暗示还是明示的感觉 好像要告白这样 我希望你可以直接当着我的面讲啦 所以可能我会考虑穿这个裙跟你出去啦 接下来的这个是 这个呢是我们最后一份礼物 off kai的unbox啦 然后这个是我的两位朋友送的一份礼物 他送Jo Malone 其实我是很喜欢Jo Malone的那个candle的 哦 English Pear 哦我发现到大家送给我的香水都不足的 原来我在大家的行务中是一个不是很足的一个 这种妖精品叻 这个是Pini Blush Cologne 我们unbox了所有的礼物啦 我今年还是逃脱不到收perfume很多的这个主作 今年还比去年多了 去年收了四支 今天我收了五支 我不懂还明年会不会收六八支 但是我还是很感恩啦 只是有点 我去年收了perfume是这支 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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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支 谢谢你们的perfume 啊 但是这个女孩子来讲啦 我收过这么多种的礼物 有时候收过一些 事情众品啊 还是可能一些那种什么sex card啊 wax啊 pillow啊 什么都收过啦 其实可以这样讲 不过大便那些没有收过 内衣内裤啊 我都 我都已经收过了啦 我个人觉得我唯一一样 没有收过 我真是唯一一个 我没有收过的礼物 from一个人 不是男女 是一个人啊 是裙子 是真的是裙我没有收过 有人收过我鞋 然后of course我就跟他分了 有些人送飞机票啊 就是trip啊 whatever啦 but真的是没有收过去 谢谢你们的礼物 我当然也是 满满满满充满爱的一个情况下 我很多人疼我知道 thank you so much ok 记得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 bye bye by bwd6 by bwd6